2022年2月22日晚上的這個岳余談 近來林鄭月娥出席這些記者招待會 當一些不同的媒體向她發問的時候 這條臭蟹這次又借了這個龍耳診對耳 不停地說 啊 啊 聽不到 聽不到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這樣的情況 已經連續三次就在近排裡面有這樣的現象出來了 很多的口行友就說 哇 這條的八婆 是不是你老母 像董建華那樣 借她身體的這個部分 當年這個2008年董建華就是這個腳痛下台 這次在2022年 是不是這個的林鄭臭蟹 會借著她的耳朵聽不懂得到 然後跟著就是假裝身體有毛病 就要好好地回家 優養身色 退出這個政壇 收夠皮 不想再玩 不想再折騰我們這個香港人呢 那條你的老美 林鄭月娥這一個的八婆 說真的她就長期聽不想到的啦 2019年我們幾百萬人 二百幾萬人上街 她不想只聽不想到我們條你老母的五大訴求 她一直都看不想到 條你老母有幾百萬人有血有汗這樣 這個又新勞又新虎在街道上去走 正宗這個耳蠻 跟著就叫你老母 所謂眼蠻耳農 還要口下的一個全家屬 怎麼知道眼蠻呢 那當然幾百萬人上街去看不想到 年輕人前仆後繼的那樣 條你老母為了這個自由 為他們自己的未來去爭取 打壓條你老母 然後跟著定性的那樣的黑暴 全部都是幾百萬人要她撤回這個條你老母 逃犯修訂條例 聽來聽去都聽不想到 是吧 跟著就條你老母的口裡 就永遠就說了一些虛話 是吧 條你老兵 總之他們條你老母眼耳口鼻 全部都是臉的 五官一組在條你老母2019年 就已經告訴你 就不想法的了 現在一次扮耳朵聽不懂 沒有想法是吧 條你老母你走老人痴害症 條你老母你有金魚記憶系統 但是當然條你老母我們的香港人 一定是條你老母記憶得你 這麼多年來的這些劣行 你一直以來聽不懂到 我們的香港人的這些說話 那就千萬不要扮裝了東西 那好啦 為什麼我們說他扮裝了東西呢 因為近來你都知道扮得到的了 扮你老母 習近平的奮搶 要欣賞舉國寬騰 國家的這個國力澎湃 搞出一個扮你的老母 詳細就是都不可以 堅守和民中國的這個 這個北京冬季奧運會 展示國力 展示親和力 叫了沙漠梟雄 非洲兄弟 南美的這些毒梟國家 沒有個好樣的國際政要 出席的這個大派對 西方民主國家就是官員 採你四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打擾主上的亞慶 要主上 即是應這個死命令 要香港要搞搞搞搞搞寒這個 這個國家的中國武漢肺炎 這個疫情的擴散 即是矛頭就說 你打擾主要負這個主體的責任 更加就是打擾主要不可 要有什麼事情 三個一切 兩個打擾主要不可 確保一定要抗疫成功 國家打擾主要不可 想去輔助你們香港 要搞定這個中國武漢肺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說林鄭這次你還不搞什麼 真糟糕 你這個臭屍 你這一劑還不搞人頭落地 搞你的腦袋 你這一局還不搞你 是不是還習慣得低 人家要搞你 跟你問責 你要搞這個搞你的腦袋的連飲 不用想 走開 在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穩定壓倒一切 抗疫是最高無上的top priority 所以你這個選特首的跑馬仔遊戲 麻煩你靠邊站讓步 退後 去到5月初才在這裡搞 不要搞亂我們現在國家 全力這樣 財力 人力 物力 傾力 要救救你這個香港 如果你打一句問一句 有消息就說林鄭2月15號 就已經去了深圳 然後跟著聽說有中國的領導人 在深圳裏面就代習近平傳話 告訴林鄭3月15號 你這一局就叫你老母好自為之 好像叫你老母地獄博士 表達這個修羅藍將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這樣的情況 消息傳出來 就怕這個香港01再散播 很多香港的媒體都說 林鄭3月15號 都說林鄭3月15號 被人召廢 可能告訴她 很肯定 就是屌尼老母沒有想得連任 這樣的地步 那如果你問老惡的這個看法 會是怎樣呢 屌尼老母 你說他們會不會實雅實恥 只想著你的鼻歌 然後就叫你屌尼老兵 你千萬不要忍勾 屌尼老母太慢 千萬不要想掉以輕心 屌尼老母 你搞到現在 屌尼什麼香港一鑊譜 你自己好自為之 至於有沒有想得做這個特首 我覺得他們一定不會說到出聲 甚至屌尼老母 屌尼老母 馬上瞄一瞄一瞄 然後就跟著屌尼老母 坐人還會暗示 你搞得行 江山明華富貴 屌尼什麼金文六伯 名譽權利 你以為走得了嗎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屌尼老母 人認為中共一定不會說到這麼明白 留一點希望在這裏 等這條的屌尼老母 好大喜功 年年考第一 自以為是 屌尼老母 覺得自己屌尼老母 天主 pick up 的 要他做特首的一個 全家產 這些自視降高 那個super 大人的乳房 不是 那個ego大人的乳房 屌尼老母 這些的全家產 怎麼會全家產 會覺得他屌尼自己不想得呢 好了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屌尼我們香港人就大人了 為什麼這樣說 他一定在剩下 他到六月三十號 僅餘的這些權力 屌尼老母 一定每樣東西都加難 一肯定就屌尼老母 就是做到足為止